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完全连又莫名奇妙地火了 网友们记得他年轻时的容颜是有多倾薄倾城 当时的七十、八十年代 P图技术、化妆技术对比 现在简直就是不绝一期 可那时候的香港简直就是盛产美女 每一个美女塑造的角色都成了经典 每一次的回忆都是在赞美那时候的容颜 林金霞塑造的性感又帅气的东方腐败 王祖贤的妾女幽魂穿衣纱 张满玉塑造的风情万种的金香玉 朱英塑造的回眸一秒 百卖生的紫霞仙子 而关芝林塑造的美丽又智慧的十三仪 而当年关芝林出演徐克导演的黄飞红时 关芝林是全程素演 那时候的十三仪那么美 大家都以为这是化妆的功劳 但并不是 只是涂了点唇膏 徐克觉得关芝林已经够美了 不允许她再化妆 不允许她再化妆 关芝林当时是被称为香港第一美女 这么美的容颜 在娱乐圈资源应该不少 但是娱乐圈的脏脏不是我们 平常人能想象的 关芝林当年费了两千万 塞钢尔夫球 大家都在吐槽诋毁她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说不定当时的她有什么难言之语 但是关芝林事实上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人 虽然这一次对关芝林的身体与事业 无疑都是很大的打击与伤痛 但是她有表示过 从来没有后悔过 也从来没去掩饰这一事件 毕竟 后来关芝林也得到了应有的赔偿 大概四百万俱额 外加一套价值两亿的别墅 在香港内阁的比人贵的小地方 这可是多大的赔偿呀 记得曾经关芝林也在节目上透露过 自己什么男人都试过 果然是不一样的女人呀 不一样的女人呀 不一样的女人唯一